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蛇畸形所识 渐重于淡 重取药所 药去利固 蛇不能前 既自还去 何以故 亦是药利 能胜足固 家世家摸起药 有如是利 这是说的评语 要善男子善女言 似波尔波勒密 要受此亲近读诵 为他说正义念 要有种种斗争起 欲来破坏者 以波尔波勒密为利固 谁说起初 既即消灭 其言既生善心 正义功德 这是从正面说明 学习波尔波勒密法门的威力 能够灭除去一切的斗争的事情 这个既生善心 正义功德 是说来破坏 波尔波勒密 学习波尔波勒密的菩萨的道心的人 此令他转恶为善 成为佛教徒了 或者是他就是退回去了 何一故 昨天是讲到这里 何一故 是波尔波勒密能灭诸法正乱 这是第二课 在进一步地来解释他的道理 何一故 是波尔波勒密 说这波尔波勒密 为什么有这种威力 是波尔波勒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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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法国上菩提心的菩萨 他能够努力地不懈怠 学习这个波尔波勒密 学习这个波尔法门 是有这样的威力 能消灭一切法的争烂 一切法里面的烦恼 前面的文是说人的烦恼 就是有魔或者魔民 或者是外道的繁殖 或者是争上蔓延 这三种人来破坏菩萨的道心 能够为波尔波勒密的威力 把它消除了 这下边就是 学习波尔法门的人 能消除菩萨自心的烦恼 这个是要更大的威力才可以 才是可以的 是这样意思 是能灭诸法的争乱 这个争啊 是在上面有个沿着边 好像语言上的冲突 现在这里边是内心里边呢 有冲突 这个言实在就是心 要没有心是不会说话的 这个心里面呢 自己和自己有冲突 那么就是不寂静 所以叫做动乱 这种事情 这个波尔波勒密的威力啊 不但能消除外来的这些症 现在还能够消除啊 学习波尔法门的人 内心的争乱 这是把下边这段文的大意性标出来 下面就详细解释 下边就详细解释 何等诸法 能灭诸法争乱 是什么事情呢 这是个问 所谓言怒词 所谓言怒词 胡鸣乃至大胡锯 这个言呢 有两种 一种是你有言喻心 这是一种 第二有言喻的事 现在这是说言喻的心 这个就是贪欲 好 这个贪欲心呢 当然这里这个字 就是男女的这个欲 欲界里边的众生 完全都有这件事 不管你是天 你是淫 你是鬼神 乃至畜生啊 这些冲突都有这件事 好 那么五死皆来呀 就有这件事 所以这个一切众生啊 这一方面的烦恼是很深 很厚 很不容易调伏的 这个怒 就是愤怒 称心 这个 违背了自己的愿望 不满足自己的意 不满意的地方 都是心里面不高兴 也有轻微的 也有是重大的 不不一样 这样烦恼也是很厉害的 这个痴就是不明白道理 有各式各样的 这个错误的执着 那么都是属于痴 其中最严重的痴呢 就是不相信有善恶果报 不相信呢 有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不相信这件事 明知道这件事啊 将来会有罪过 但是还是要去做去 当然呢 有贪嗔的部分 也最严重的 还是愚痴的关系 明知道将来有后患 但是还是要做 这个无明的 就是威胁的愚痴 威胁的愚痴啊 就是对一切世界上的事情啊 有所知道 好 这个圣人呢 知道一切法是如幻如画的 都是虚妄不真实的 一切法的虚妄不真实 是圣人的智慧才能知道的 我们凡夫都是知道是真实的 好 连做梦都因为是真的啊 这个圣人才能知道 一切法都是空的 凡夫也不知道是空 也不知道是虚妄 因为是有 而且是真实有 有所乎啊 就会引起很多的 恩怒痴的烦恼 乃至大苦惧 这个前边这个恩怒痴无明啊 这是内心的烦恼 这个乃至就是里边掠掉了一部分 列去了什么呢 就是由恩怒痴无明 发动出来的业 发动出来的行为 或者是做善事 或者是做恶事 都是由无明烦恼 发动出来的 我们夜班的世间的善法 除了佛教徒好少好一点 如果不是佛教徒 就是做善事里边还是有无明的 也是有恩怒痴在里边 如果你问 为什么做善事也是无明呢 其实很明显 言语言做善事在里边 做着大家就冲突了 为什么呢 就是里边有无明 也是有恩怒痴 那么由恩怒痴无明 发动出来的行为啊 就是业力 这业力这件事啊 就是佛法里边 很明白地告诉我们这件事 就是你的语言 你发出来的语言 你发出来的行为啊 在时间上 叉咋叉咋地过去了 但是过去而没有过去 就是你在说话的时候 你在表现出来 各式行动的时候 就是造成了一种力量 在你内心里面储藏起来 将来这个力量 就会发作出来果报的 就这件事 就这件事 但是佛法是这样讲 我们中国哲学呢 没有说那么明白 但是也有这个味道 好像是意境说 既善之家必有欲庆 既不善之家必有欲阳 就是这话 也表示说善有善报 各有各报 也有这种意思 但是说的啊 不像佛法说那么明白 既善之家必有欲阳 既善之家必有欲阳 来承受他父母 来承受他父母 或者祖父母 所做的幸福 去得那国报 这是这个 我们中国的儒家庭 怎么讲 既不善之家必有欲阳 他的先人做了很多罪过的事情啊 那么他自己死了 他自己不服这个宅业 将来的国报他自己不管了 给他儿女 他儿女去承受这个后果 但这是我们中国人啊 古代的 也应该还是有智慧的 说出这么一句话来 对中国人 我因为影响还是很大的 哎呀 这样子啊 那我希望我的儿女幸福 我不敢做恶 我要做好事 应该是 但是也有人不相信这件事情 那就是做恶了 但是佛法的意思啊 谁做这件事谁负债 你做这件事你负债 我没有做我不负债的 我将来我不会受这国报的 你父母做善事 父母就是收的好的国报 儿女不能收 佛法是这样的 谁做谁收 谁不做谁不受的 但是当然有的事情也有点不同 就是大家多少个人啊 大家合作 共同地做这件事 那将来的国报就是大家要共同地来承受了 我看见报纸上有一件事 就是可能这件事在七七事变之前 就是日本没有起料中国之前 有个南田王 中国有个南田王 她是在广东做省主席的一个人 姓陈 姓陈 她有一个小太太 当然大家一定是感情好 但是有的时候也是不好 那都不好嘛 就把她驱逐了 驱逐了把这个小太太一驱逐呢 她的官就向下 就向下降 这个财富也就要减少 就是开始倒霉了 也有人说是 说是你把你的小太太请回来 就会好 那么她就试一试 就把这个太太又请回来 请回就升官 就发财 后来又是不对劲 又屈辱 屈辱又是倒霉 就这么几次啊 就感觉到 非要和她在一起才可以 才能够有很多吉祥的事情 我看见报纸上有人写这篇文章 那么在佛法上怎么解释呢 这就是供业 前一生大家在一起做功德 今生得果报的时候也要在一起 也要共同的 也是这个意思 所以夫妻也有供业 儿女朋友也是有供业 有供业 如果没有供业不行 没有供业不能做夫妻 没有供业也不可以做父子儿女也不可以 也都是有供业 但是供业是有时间性的 有时间性的事情 说是她她父亲眼睛痛 她儿子眼睛也痛 那医生说这是遗传的 但是她父亲不成业的事情 但是在佛法来说呢 不是遗传 就是供业 也密切共同地做一些有过失的事情 将来就是共同地受这种果报 佛法这样讲 我感觉佛法是何道理 你做这种有意义的事情 将来你得到幸福 我没有做就是没有这回事 我要做也会得到幸福的果报 这样子比较合道理 说是我的祖先做的福德 他死了他自己不去受果报 我来承受果报 这事情就是不合道理 那么在这佛法里面是这样讲 是这样讲 就是自作自受 这是何道理 所以这上面说 所谓因诺词无名乃至大苦惧 这个乃至就是个业力 业力 我听有音音说 在伦敦一个什么学会 征求啊 这个有智慧的人 你证明有业力的存在 我给你多少英镑 在一个杂志上来征求这件事 因为这个南传佛教和北传佛教 对这方面是没有意义的 大家都同意这个说法 都是有业力的关系 乃至大苦惧 就是前面是阴怒词无名 是烦恼 烦恼而有业 由业而得果报 就是大苦惧 好 这个大苦惧 不是一般的苦很苦很苦 那当然是到地狱去啊 或者是到恶鬼的世界 到畜生的世界去受这种苦 好 我们再讲一个小小的故事 好 这件事可能是佛灭读后了 好 有一位大阿罗汉 叫齐耶多阿罗汉 他是在北印度 这个南印度有两个 有三个地球 文明 这个齐耶多大阿罗汉 有大威德 能教人学习圣道 所以他就从南天柱 就是到北方来拜见这个齐耶多阿罗汉 到了这个地方的时候啊 是这个 不是平地 是个山 是个山坡吧 这个庙就是在这里住 就看见一个老地球很瘦 在那里烧火 或者是烧饭啊 他为大众生服务做这个事情 那么这三个地球就问这位老地球 说是我们是来拜见齐耶多阿罗汉 好大 好大德 我知道他在哪里住 我们想去拜见他 说他在第三层窟 地窟窟窿窿的窟 就是第三层 这是地面上 走到第三层去 你到那去拜见他 那么这三个地球就 就是从这个道路 就是走走走走到第三层了 一到那看 还是那个烧火的老地球在那里 这些里面感觉奇怪 说我们走路的时候 就是我们三个地球 没看见别的人从这儿走 怎么会又看见你在这里 您就是七夜多阿罗汉大德 所以说您有这么大的威德 怎么还在那里烧火呢 就做这种事情 那么这个七夜多阿罗汉说呀 如果我这个身体可以烧的话 都可以为大众生服 把我的身体烧了 来供养大众生 何况只是烧木材 怎么不可以烧呢 所以这三个地球听见这个话 就感觉到很深深的感动 那么七夜多阿罗汉说呀 生死大苦啊 要发道心 要用功修行 这三个地球生死有什么苦呢 那么七夜多阿罗汉说呀 我自己回想我自己 我过去呀 我五百次做过狗 做狗五百次 这五百次 应该时间也很久了 只有吃了两餐饭吃饱了 五百次做狗这么长久啊 只有两次吃饱饭吃饱了 其一的时间都是尝试饥饿呀 不过现在有钱的一样狗 可能不同 可能好一点 但是那么这个狗怎么那么久 就是两次吃饱 怎么回事 您可以详细说一说吧 好 我说给你听个好 有一次呢 是遇见喝醉酒的人呐呐 嘔吐 于是我饱饭一顿 这样子哈 第二次呢 是两夫妻呀 这个丈夫到田里面去种田 这个太太在家里面烧饭 饭烧好了 她有事情出去了 那么我就到厨房去 就把她的这个烧的饭 甚至挖包 口不是很大 她就伸着头伸进去 吃了饱了一顿 但是想要把头退出来 就退不出来了呀 退不出来 一直在那还是想要退呀 这个时候她的先生 从田里面回来 看见了 拿着刀 不只是一刀 两刀 是几刀 就把他偷 砍断了 我回想我 五百次做狗啊 只要两次吃饱了 就是这样子 你说苦不苦 这还是做狗 我看还比在野外里面呢 这那野兽可能会好一点 可能还好一点 我们不学习佛法 不知道有六道轮回的这种事情 好 学习佛法才知道 佛不是开示我们了 有烦恼啊 没有智慧啊 去做有罪过的事情 然后就去受果报 受苦啊 做人是好一点的 但是啊 我们现在看见报纸是有战争 那时候 这个飞机轮炸弹轰炸的时候 人苦不苦 所以这个 所谓 人怒持无名乃至大苦惧啊 我们在做人感觉到很好 但是要想一想 做错事将来到三个道是很苦的啊 现在这里说 所以学习波尔波罗密啊 能灭出去一切法的里面的问题 能灭什么呢 就是灭出这些事情 灭出去人怒持和无名 灭出去这一些罪过的行为和语言 灭出去大苦惧啊 使灭我们没有货业苦 能得胜到了 这是 诸盖 皆始禅 我见 仁见 仲生见 断见 长见 够见 近见 有见 无见 如是一切诸见 这下边呢 就详细地说这个 这无名了 这是诸盖 这个很多的盖 这个盖啊 就把它盖住了 遮伏住里边的事情显现不出来 就是我们这个烦恼 有了烦恼的时候 这些有功德的事情显现不出来 所以叫做主概 这个地方也再多说几句 这个经论里面说有五种概 第一个是贪欲概 贪欲概当然是舌身相畏处 这五种这五方面的欲 其实你主要还是男女的欲 这个能障碍你 不能够修小善法 可是经论上说障碍什么 就是不能出家 你现在出家 这个欲障碍自己不能出家 这贪欲概 第二个是称慧概 就是不高兴奋度 出了家以后 说我能把欲放下 我出家了 出家了还有称慧概 称慧什么呢 出家要受戒 要持戒清净 如果发了戒的时候 我通翻横着 也是出家人的 看见你犯戒了 就是举发你 你什么时候 在什么地方 你做了什么错的事 向大众生 我举发你 那么这个 这个烦戒的心里有愤怒 就是不能忍受这一点 那么这也是 这就是干 你要是承认这一点 向大众忏悔 恢复清净 好吗 你愤怒 我没有 我不承认 这是干 这是身会干 还有一个 昏尘睡眠干 昏尘睡眠干 说是我 我又能出家 我能持戒清净 就算是有违反 别人举发我 我承认不对 我不要奋斗 我忏悔清净 我好好努力地修止观 但是你修什么托子的时候 就打卡碎 昏尘睡眠干 做了打卡碎 这个说摩托子修不好 也是被葬住了 这是昏尘睡眠干 第二个呢 是调局物作干 这个调局啊 就是调动 调动的意思 是什么呢 就是回想自己 以前得意的事情 在那做的时候 他说本来是修不净观 修无恶观 修十年初 霍言尘有妄想 像以前的这些 这些可爱的事情 这些如意的事情 这些调局 那么这个物作是什么意思呢 物作就是做了一件事以后后悔 我以前不应该这样做 也可能是做好事 后悔了 可能是做罪过的事情 后悔 都是有的 这个后悔呢 也障碍你 这两件事 一个物作 就是后悔的意思 这个调局 这两个呢 是障碍你修皮不舍的观 修皮不舍的观 应该是修无恶观 修无常观 修毕竟空观 不修观 去打妄想 那么这个观修不来 被障碍了 这是也是 贪欲盖 秤慧盖 浑沉睡眠盖 调局物作盖 最后这个衣盖 说我是把这些事情啊 这些盖都没有 我用功修行很好 但是你呀 不多听闻佛法啊 不深入地学习经论呢 出现一件事 这些疑惑的 不知怎么回事 不明白这个道理 就是疑盖 疑惑也是障碍 所以是把五种盖 都能够写出去啊 那你就成功了 这是诸盖 各式各样的烦恼啊 障碍你 不能够修行善法 这是诸盖 这个截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各式各样的烦恼啊 烦恼啊 令你苦 这叫做截 这个截就是令你苦 截是和和的意思 你有烦恼的时候 就是与苦和和 就是招援了很多的苦恼 这个死 这个死这个字也很有意思 就是你的智慧做不得主啊 这个烦恼驱逐你 叫你这样 贪心来了随时贪心去了 贪心来了随时贪心去了 你本来也可能有一点正念 但是你做不得主 你被烦恼所驱使 所以叫做死 这个残呢 还是各式各样的烦恼啊 残法着你啊 你想要卸脱很难的 不容易卸脱 这是说这个烦恼的相貌 恶见 淫见 众生见 恶见 淫见 众生见 这也是烦恼 但是这个烦恼呢 前面的烦恼啊 多数属于感情上的烦恼 这个恶见 淫见 众生见呢 是在理智上的烦恼 理智上是什么烦恼呢 什么叫做恶见呢 这个我们这个生命体里边呢 就是舍兽 想行尸 这五种成分呢 组成的这个生命体 这个生命体 当然就是有老病死 有生命的 有的时候健康 有的时候啊 不健康 有的时候有病了 有的时候没有病了 有的时候 终究有一天反正老病死 就是这样子 这个恶见呢 就在老病死里边 有个不老病死的 藏住不便的 这是我 那个老病死不是我 十字前世不是我 这个不 不老病死的 那个藏恼住不便 那个是我 这是我 这是我 这是恶见 这个见这个字 是什么意思的 见这个字啊 实在就是智慧 他的智慧啊 他的智慧啊 见到这里 这里有个我 这个身体是我的住处 这个身体不是我 不是我 在里边另外 有一个藏恒住不便 这个是我 就是恶见 我们中国哲学 我看不明白的说出这件事来 这是印度的哲学 当然这是 佛 我们学习摩赫波尔波的秘境 大制度论 学习欲确实的论 都是佛法是无恶论 无恶 这是佛法的理论 不承认有个我的 但是 这个印度的外道 因为有个我 有生死轮回 跑到地狱去了 跑到天上去了 但是我是没有便宜的 身体是有便宜的 就像您住房子 这个房子坏了 我再另外找一个房子 在那里住 那个房子坏了 我再另外找一个房子 我再另外找一个房子 在那里住 我永久是不便的 是这样意思 那么这个 人间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六道轮回里边 我现在是人 是这样意思 这个众生间是什么意思 过去 做人以前 从九元以来呀 我受了很多的生死 人间在天上 人间在人间 跑到地狱去了 生了又死 死了又生 很多很多 无量无边的生死 就是众生 这是过去说的 那么在佛法的态度来说 这都是烦恼 这都是愚痴 根本没有认为恶可得的 什么意思 这个断见 这个断见呢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 有些人哪 不承认有生死轮回 这件事 人死了以后就完了 就结束了 那么这叫断见 不承认做善有善报 做恶有恶报 做善也好 做恶也好 我开枪 我要 我要下面了 死了以后没有事啊 这是断见 这是出现的断见 你要是 你要是 温戏的断见呢 前一刹到的东西呀 后一刹到就没有了 这也是断见 也是断见 这个常见 江台说是有个鹅 鹅是常做的 这就是常见 如果说是你看这个光明啊 前一刹到的光明啊 前一刹到它不灭 能够到第二刹到第三刹到的 那这就是常见 这就比较威胁了一点 构见和静见 构就是误会嘛 但是这里面是说罪过的事情 说罪过的事情 我们呢 没有学习波尔法门的人 我们因为 哎呀这个人有罪了 你有执照 你知道他这些事是有罪 比如说构见 静见 说这个人呢 他不做恶事 他能受持三规五戒 修小时善 他能够做种种功德 你也因为是真实的 那叫做静见 知道这件事是真实的 有见 无见 看见一切事情 有这么一件事 你因为是真实的 那么就是有见 因为这件事没有了 你知道是真实的 也叫做无见 只要有执照 都叫做见 不这个 我们普通人呢 虽然是也有执照啊 但是这个执照 除了贪神实烦恼以外 我们这个执照 多数是轻微的 我们没有那么 这个见有见故的意思 他对这件事 特别有研究有见地 你不可以说他不对的 他有道理说出来 他会说出种种道理 才成立他这个见记 这时候叫做见 如果我们对那件事 没有什么 没有学习过 别人说是白的 我只好听的 你说是黑的 我只好是听的 这样的情形不能称之为见的 是这样意思的 如是一切诸见 像前面说的这么多的见 很多很多 这是结束前面这一段 是奸贪犯戒 称灰懈怠烂衣 无知 常想 若想 静想 恶想 如是等爱行 这个奸贪 这个奸令呢 就是我已经得到了 我不肯 不肯 不肯 自责出去 就是奸 贪 是我没得的 我想要得到 是贪 其实都是贪 都是贪 当然这种态度 你这个奸贪啊 在佛法的立场来看 人与人应该互相有爱护 我帮助你 你也帮助我 不应该奸贪 所以就站在佛法的态度 来看众生的境界 就会出这件事 或者是贪 要在凡夫本身 这个贪也没什么不对嘛 贪也有什么不对 也没什么不对 犯戒 就是 我法罪子 不可以 不可以杀生 不杀生 不偷盗 不邪淫 不妄语 不饮酒 这是五戒 或者十善也算是戒 或者是出家的戒 各式各样的戒法 那么你不遵守 你违犯了 当然是 这违犯犯戒 可能因贪心而犯戒 或者是因称心而犯戒 或者因为邪知邪见而犯戒 邪知邪见怎么叫犯戒呢 所以我小时候 在七二读书的时候 寺里面有孔庙 公共孔夫子庙 那个人还是好心哪 我恭敬啊 尊重孔夫子 就杀猪宅羊来 孔夫子 孔夫子 按佛法来说呢 这就是 这个地方就是 以愚慈而犯戒 愚慈而犯戒 所以这就是 恭敬心哪去杀害生命啊 这是不对的 这是愚慈 也是犯戒 也是不对的 像我们佛法相花共佛 这就是 清净应该这样子 勿违背慈悲喜 这就是 做功德里边呢 你要有智慧 那这智慧从哪来呢 还要从学习经论中来 不然你不知道啊 我们很多事情啊 不知道犯错误 这也是很多的 这个称慧 刚才我们要说到这个称慧 这个称慧 就是 这个称慧 就是 就是 是 对于善法啊 提不起 提不起 进来 不不能发心去做 那么就是称慧 这恶是还是换去做的 那是另一回事 其实也是称慧 好 滥意 滥意就是 得了禅定的境界 看我们没得禅定的境界 心里面乱 胡言间这样子 胡言间那样子 这个思想混乱 好 那么 心里面不能激进住 那么欲界的人 完全都是这样子 舍戒天下的人 有禅定 在欲界的人 修修禅定成功了 那他也不是滥意 也不是滥意 也不是滥意 无知 就是没有智慧 没有智慧 不能见到真理 那么这下是无知 你不 江台说那个欲词啊 不相信有善恶果报 不相信有圣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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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都是无知 那么这几样呢 就是六波罗蜜 所对字的故事 好 是常想 落想 静想 恶想 这是四种颠倒 这个常想啊 就是 我那天说 比如说这个刘邦 刘邦他希望 我的儿孙 我做皇帝 我的儿孙永久姓刘 永久姓刘的做皇帝 那么这是常 常想 其实我都有这种想法 那么这就是常 或者说是 虽然看见您 看见那殡仪馆 常常有人死 这个事情 但总是希望我永久活着 那就是常想 但这是个错误 不可能 不可能有这种事情嘛 世界上事情 你要注意的话 不可能有这件事 自古 孔夫是说 自古皆有死 民无信不利 自古皆有死 没有一个人说是不死的 所以要是我们佛教徒啊 有的时候敢了到自己 不能精进用功啊 你不方想啊 这个无常 这个生命随时会死掉的 这个生命不是很坚固的 随时就会有意外 都会死掉的 实在哪能长的 不能永久的 这个生命体是这样子 其余世界上的事情 都是无常的 没有一件事能永久不变的 没有这件事 好的事也是无常的 坏的事也是无常的 总是会变的 但是你因为它是永久的 这是不对的 若想 这个地方也是有点事情 好 在佛菩萨开示我们 世间上是苦 好 实在是 勉强的可以说 苦多而若少 但是我们人 总感觉到啊 若很多很多 苦恼很少很少 但是我在想 年轻的人啊 因为身体强 这个心脏也特别健康 加上自己学习了一些特别的知识 总感觉前面有很如意的事情等待我 一个劲儿向前冲 不敢 有的受的苦的不在乎 但是年纪大了以后 想法完全不同 就会感觉到 饮食很苦 不是那么快乐 尤其是 我们要是 欢喜读书的话 最熟的时候 这个理想不得了啊 哎呀 这个这个 好像是世界上没有 任何人都不如我聪明 我做的事情是最好了 过来几十年回头看看呢 一毫钱也不值 一毫钱也不值 我看这件事并不很远 我看在这个 这五六十年内 就在你眼前摆这件事 那么这件事啊 只是事情过去以后你才知道 当时谁知道呢 当时谁知道呢 但是我们要是能够啊 要是能够深入地学习佛法呢 这件事很容易知道 很容易知道的 不是难知道的事情 所以这个落想啊 世间已经是很苦啊 但是我们总感觉到很落 但是我们一般人 我们共同有的情形 共同的生活里边呢 我们大家都容易 犯过失的地方呢 那就是什么呢 我们因为满意的事情啊 你想要去追求这件事 很不容易 不容易 追求到以后啊 要保护 害怕死掉也很辛苦 真是要死掉了 不得了 心里面受不了 所以世间上啊 我们容易接受的一句话呢 苦多而落少 但是我们自己总是感觉到很落 这是落 是不对的 静香 这个静香啊 也有点事情 就是主要就是 主要是我们这个生命体啊 这个生命体实在是很臭灰 但是我们银就是得这个火爆 如果你常常洗衣服 常常沐浴啊 也感觉没有什么问题啊 但是天上的银呢 感觉我们银也不行 银是很臭灰的 有一天 有人问 这身体没什么不对嘛 有人听出来 这个我们身上这个血是什么味道 血的味道 原来说不是很好的味道 就是身体不净啊 这个大致的论上有一句话 地水火蜂子能变出不净 青海洗此身不能另相间 就是我们这个身体是地水火蜂啊 这个物质组成的 地水火蜂子能变出不净 它新陈代谢啊 这样子变化 像我们吃的东西经过胃 经过肠啊 然后也就有排泄这些事情 其实不止于此啊 就会变出了很多的不清净 青海洗此身 把大海水啊 来洗这个身体啊 用那么多的水来洗这个身体 也不会使那这个身体 变成个香碑 这是吧 大致动力有这么句话 就把这个身体不是那么清净 要是天上的人 欲见天上的人 就好一点 比我们人间的人好一点 但是他们也有欲 到舍戒天上的人呢 他舍戒天上的人的身体 是个大光明的境界 和我们人间欲见的人 都完全不同 那他们的这个身体 味道比我好一点 我们读这个摩赫波尔波罗密经的下一遍呢 在下边呢 有提到这件事 就是啊 现在这上面说 下面有提到 就是啊 我们人间的佛教徒要用功 啊 你要读这个 寿持读诵啊 正义念波尔波罗密的话呢 你能用功修行啊 天上的人就会来看一看你 来看看我们 来看看我们 咱们就有人问呢 他怎么知道他来了呢 佛说有香气 有香气 还有光明 有光明或者有香气 那就表示他来了 再看见他们的身体来了的时候 我们会闻到有异香 那我们身体没有这件事 就是我们阴间的阴 和世界天生的阴不能比 为什么这样呢 因为阴啊 阴果不一样 他们啊 修行禅定成功了 得了果报是那样 我们阴间的阴 就是可能五戒十善里面 我们有一样功德 那么就会得了阴的身体 那这个是散乱的善法 天上的阴是定善 禅定的善法 禅定的善法 是超过散乱的善法的 是有这件事 所以我们要学习佛法啊 从经论上的开始啊 我们对阴世间的事情啊 不要再争了 我以为不要再争了 不值得争 我看 这是啊 常想 落想 静想 这都是错误的想法 额想 就是刚才我说那个 那个额见 阴见 众生见的额想 这身体里没有我 但是只知道有个我 这个欲缺世纪论里边呢 说到无恶那一段 说了很多 我说得很 说得很详细 这是没有我的啊 其中有一个道理啊 简单的说 什么叫做我呢 就是由主宰 我说了算数 你说了算数 那就是我 那么在这个大乘庄严经论上 大乘庄严经论上 它说一个很简单的理由啊 在讨论 在讨论 这个讨论 比如说是 这个 我有点快乐 我 我现在有一点快乐 这个快乐 你怎么说快乐 你当然就是这个识 蛇手贤士的识 这个识才能知道 识过是苦 这是落 无情的东西是不知道苦落的 就是你有识 你这个识 你这一念心才知道这是苦失落 知道这是有 现在有感觉到快乐 你感觉到快乐的时候 你能做得主吧 那怎么叫做得主呢 我希望这一念的快乐的时候 加上永久的存在 那么那就是有我 你能做到这里吧 不能 这个很快的就失掉了 这个乐 这一念的感觉 很快就变了 就不存在了 那就表示 你不能做得主 不能做得主 那就是没有我 这是大乘专业经论上说到这里 如是等爱行 说前面这一段 这么多的爱饶的地方 我们说这个贪 是我们所爱的 我怎么才贪着 那这个称慧不是贪吗 应该不是可爱的 其实称慧也就是爱 因为你 你这个爱不满足 就是称了 所以这个称和爱 不能分开的 很多的 与你距离三千里外的人 没有关系 不会有爱 爱有恨这件事的 就在一起才有这些问题 所以爱和恨是分不开的 招舍 招受想行识 这前面是那个建制 是一个意思 就是 但是所有的地水火风的事情 所组成的一切的舍相 都是执着 在这里面有身有钱 招受想行识 我们心里面的感觉和这个想和行识 这也都执着 你不知道它是假的 是空的 找坛诺波罗蜜 我们要找着 我要做了坛诺波罗蜜 在这上也执着 斯洛波罗蜜 我要持戒清净的时候 我也执着 你们都不如我 我持戒清净 这是执着 它是执着 残提波罗蜜 也是执着 霹雳也波罗蜜 坛诺波罗蜜 波尔波罗蜜 都是执着 只要有一点优越的地方 心里面就知道 找内空外空内外空 观这个内空 就是眼耳必须生意 是内 舍然向外出法 是外 这个内外空 就不这两件事合起来说 在这我们能这样观察 我们初开始 这样修观的时候 观一切法空的时候 我们还是执着的 观察这个内空 观察内外空 都是执着 乃至无法有法空 也是执着 早四年初 我们要修着 三十七道品的时候 也是执着 乃至十八不共法 心里面也执着 早一切知 一切种知 对佛的智慧 它也是执着 现在我们见着佛来着了 假设有三三二相 八十种好的时候 我们在这里看见了 我们心里还是执着 不知道这是 饭说有相 接着虚往 不能这么相 都是执着 但是可有一样事情 初开始修行的时候 你修十年初 早十年初 但是和早五欲还是不同 你早十年初 虽然早是不对 但是好过执着五欲的境界 你继续修十年初 你的执着逐渐的轻 逐渐的会轻 所以还是应该学习十年初 谁也有执 还是好的 执着涅槃 佛说 阿罗汉 入涅槃的时候 前一年 他的舍舍显示灭的 后一年不生 入于不生不灭的境界了 这是涅槃 我们要是听见这个法 我们还是执着 执着 这不生不灭是涅槃 其实涅槃那个地方 不能用心一识来分别的 是一切法争烂 尽能消灭 不令挣扎 这个出险的 威信的 浅薄的 甚深的 这一切法上面的 这些烦恼 执着的这些动乱 尽能消灭 这个波尔波罗蜜 能把这一切的问题 都能够消除 不令增长 不令这些烦恼再增长 我们日常生活里面 这个贪心一动 感觉的 我过一会儿 我有其他的心情了 其实在你心一动贪心 你内心里面的贪的种子 就受到了 熏悉就增长 力量就强大了 贪嗔痴 一切的烦恼都是这样子 现在你用波尔波里面 来对治这个贪嗔痴的时候 这个贪嗔痴都不增长 它就不增长 而你这个无所得的智慧 逐渐地 逐渐地增长 在你不知不觉之中 前边是说 就是摩不得变 淫不得变 说这是第一课 现在这上面是第二课 明诸天守护国 你能够这样修消波尔波罗密 诸天来守护你 有这种事情 分三课 第一课明诸天守护 佛还来守护 佛是孝世家 三千大千国土中 有很多的四天王天 有很多的四天欢音 还有很多的凡天王 乃至阿家 尼至阿天 就是舍求敬天 常守护四三男子三女 他们常能够来保护 这位修行人 因为这个修行人 能受识供养读诵 为他说正义念 波尔波罗密 所以常来守护这个人 为这个人做大护法 十方现在诸佛 以共拥护 不但是这些诸天 来保守护你 十方现在 十方世界的佛 也共同地来拥护 这位善男子三女 此善男子三女 能闻受词供养读诵 为他人说正义念 博尔波罗密者 这前面的文说诸天守护 没有说诸佛守护 这个地方有点不通 加上了十方诸佛 还来守护这位 学习波尔波罗密法门的人 这件事啊 要是初开始 你是不敢讲到 佛还守护你 你是不大敢讲 什么时候你能敢讲的 就是你精进的时候 你精进地用功的时候 你就会感觉到 有佛福尔保护你 会知道这件事的 要是你能够得圣道 你随时和佛福尔能通消息 但是我们要是初开始 来到佛法 又什么也不知道 谁也不知道 但是你要用功的时候 就境界会变化 会不同的 所以多常常用功呢 你对佛法的信心 会坚定起来 别说什么话 你不相信 我是相信 真是有佛菩萨 会这样的 不是由书本上看见 是由你自己 精进勇猛中得来 对佛菩萨有信心的 是有这件事的 这个我初开始来到佛法里面来 很多事情感觉到很困难 我办不到 这件事 你叫我受五戒 我不受不受 但是你继续地学习佛法 你可能用功修行的 你的信心增长了 你的智慧增长了 以前因为办不到的事情 能办到 不敢叫难 不敢叫难 所以这个事情 所以这个初开始的时候 来到佛法里面来 你不要武断地 说三说四 不要这么说 你逐渐地进步 努力地学习 慢慢慢慢 你才能知道 有更甚深微妙的事情 才知道的 是善男子善女人 不善法灭 善法正 这下边 明菩萨行般若故内依 前边是说 诸天和佛普佛 来守护这个修行人 这一段说完了 下边是说 学习波尔波罗密的人 自己本身得到利益 说这件事 这里边一共分四颗 第一颗是 恶灭善争仪 你不断地学习波尔波罗密 你这罪过的事情 逐渐就灭掉了 善法会增长 那么这里边分两颗 第一颗就是开出来两张门 开出来善恶两张门 说是善男子善女人 不善法灭 善法战争 这个学习波尔波罗密的人 没有学习的时候 当然这贪神词不断地活动 也可能有的时候有的功德 但是很多很多的过失 现在学习波尔波罗密的时候 这个不善的事情 逐渐地就消灭了 罪过的事情 你逐渐就不做了 这个善法增长了 其中有一样是最难的一件事 就是说谎话 说谎话这件事很难 不要说谎话 很难很难的 但是这个 我们只是讲究知识 有专业知识 能做出种种的事情来 只是注重这件事 我们不讲究什么是道德 什么是不道德 那当然我们随时 这件事怎么对我有利 我就怎么讲 我不讲说谎话是有过失的 没有这件事 但是要学习佛法以后 那这个完全不同了 说谎话是有过失 说真是与世有功德的 这件事初开始学习佛法的人 尤其是在社会上生活的人 感觉到很困难的 很困难很困难 所以想要把这个不忘语 这句话不容易 不容易做到 其他的事情 不杀生 不杀生 不偷盗 不邪淫 不忘语 我们就单说这个不忘语 容易吧 恐怕不容易 现在你学习波尔波罗密 这件事能够改变过来 会改变过来的 这个善法症 有意义的事情逐渐的增长了 逐渐会增长 这是标出来这两件事 下边就解释 先解释 这个善法转正 所谓 谭诺波罗密转正 一无无所得故 然之波尔波罗密转正 一无无所得故 先说到这个布施 布施 有同情别人的苦难 我有剩余的力量 我应该帮助他 你有这么点同情心 你就可以做 第一次做 可能会 要加强一点力量 第二次就容易一点 第三次 就逐渐地 这个布施的心情就增长了 就能做 谭诺波罗密转正 但是这件事 还是要有波尔的力量在里面 不单是个布施 一无无所得故 要有无所得的智慧 观察这个谭诺波罗密转 谭诺的事情 是空无所有的 观察受你帮助的人 是空无所有的 观察自己 也是空无所有的 那么这件事 也是本性空击的 你做如是观 也做如是思维观察 就好了 那么你这个布施的功德里面 有波尔的气氛 在里面 就这样 不是难事 就是思维一下 就是了 但初开始 就是这样的 是乃至波尔波罗密转正 那么其中是戒波罗密 银波罗密 精进波罗密 残波罗密 乃至波尔波罗密 都逐渐逐渐地增长 不要要求太高 就是细水长流 总是天天有着功德的进步 天天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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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它就容易一点 是这样意思 这个 佛在阿含经里面 说到修行的事情 所以我感觉到 佛 虽然是境界很高 我们实在是不及格 但是佛的说话 是接近隐情 合乎隐情 说什么话 佛说修行这个事情 就像那个将人 拿那个斧子 那个霸 最初那个斧子 那个霸 是个木头霸 木头霸是那样子 你天天用手拿 你也不感觉到 有什么变化 但是久了 那个霸就细了 就细了 说我们运功修行 也是这样子 你今天也静坐 观舌不可得 摄像行尸不可得 牙儿鼻子身衣不可得 观完了 也不感觉到 有什么问题 也没感觉 我有什么进步 今天也坐如是观 明天也坐如是观 久了呢 在你不知脚子中 有进步了 有什么进步了 谁来骂你的时候 你心里面不介意了 不介意 谁来赞叹你 心里面也不那么介意 就是你这无所得的智慧 发生作用了 发生作用 这就表示什么 表示你接近圣人的境界了 表示这个意思 这是个好消息 并不是说这个人是一个白痴 人家骂了他都不是 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的 但是并且越用功修行的人 越修直观的人 他的这个识越灵 越灵敏 但是表现的很迟钝 大字要鱼这句话可以用 就是表现以外的 他很慢 但是其实在他的心 非常的明 非常的明洁 比我们一般人 就是有智慧那个人 比他的心还要快 但是他表现就是慢 不是那么快 这上面说呢 就是 谈波罗咪乃至道波尔波罗咪 在你不知不觉之中 都有进步了 在进步的 是内空转正 乃至无法有法空转正 一无所得过 你观现法空的智慧 也在进步 这个智慧也不断地进步 转正 也不知道这个空了 所以一无所得过 四年初乃至十八不公法 也是转正 一无所得过 诸三门门 诸托拉尼门 一些子 一些种子 转正 诸三门门 你长长的静坐 你这个定 就逐渐地增长 你如果得到初禅 二禅 三禅 四禅 在初禅里面 又能得到 无量无边的三门 二禅 三禅 四禅里面 又能得到 无量无边的三门 所以四禅是门 是这么意思 诸托拉尼门 托拉尼门 托拉尼门 托拉尼门就是念力 你这个念 这个记忆力就是 这个记忆力也逐渐地增长 逐渐增长 我们初开始背这个心经感觉不难 背金刚经就感觉到很难 但是你要进不了 把法国经背下来也不感觉难 把波尔经 摩托波尔波罗里面三十卷背下来也不感觉难 那个记忆力特别强 完全不同了 那个堪能性 就是特别的强了 初开始感觉 哎呀你叫我背不经的头疼 无关系 但是进不了的时候 没有这个难的这件事 所以一切智 一切种智转征 一切智就是意识真理的智慧 一切种智就是通达一切元旗法的智慧 你这个智慧也逐渐逐渐地转长 一无无所得过 但是也知道这个智慧是毕竟空的 而不知早的 是善男子善女人所说 人皆信受 亲由兼顾 这个学习布尔波罗密这个人 他的功德逐渐地增长以后 会有什么现象的 他说出来的话 人家都相信 而不疑惑你是说谎话 他也是不说谎话 但初开始人家不一定相信 久了你 对他的相信 他说话不虚 亲友见过 和你亲爱的人就是很坚固 不会人家又不高兴 你也没这件事 因为他本身 他也是用慈悲心 面对一切人 也用波尔波罗密 面对一切人 这是利益一切人 而没有伤害人和人的事情 当然这个亲友 不会有变化 要是你用手段 用手段 用机心 面对一切人 没有朋友 所以有朋友 也是展示的 不是没有朋友 不说无意之语 不为称灰所福 不为交慢 坚贪 嫉妒所福 这是第二课 解释 不善法灭 不说无意之语 这位学习 波尔波罗密的人 他不对人说没有利益的话 他说的话 对人都有利益 对人有伤害的话 不说这的话 不为称灰所福 他不会他的心 他这个清净心 被愤怒所盖住了 不会有这件事 不为交慢 坚贪 嫉妒 也不会 他有了成就 他高慢起来了 瞧不起别 没有这回事 也没有坚贪的这件事 也不嫉妒的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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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个嫉妒 是个很苦恼的事情 也是个非常丑陋的事情 但是这个 如果你不修圣道 难免都会有这个事情 那怎么办 要是我们是佛教徒 我们不应该叫他继续有这件事 如果你没有修这个 没有学习波尔波罗密这个法门的话 你心里面有嫉妒的时候 你立刻把这个 自己要把智慧拿出来 你自己呵斥自己 我不应该嫉妒 别人有些荣耀的事情 我应该发欢喜心 我不要嫉妒 自己呵斥自己 如果你要是家里供着佛堂 你在佛前忏悔 我今天 什么什么形象 我弟子妙境 我今天在什么什么形象 有了嫉妒心 是不对的 我现在佛前 就忏悔 忏悔 最少和三个头 你有过这么几次以后 嫉妒心就轻了 有什么 我以前遇见这种因缘 嫉妒心会有 但是慢慢就没有了 只是不动 那个种子还是有的呀 要想办法把烦恼灭掉 这个烦恼在心里面 是一个丑陋的事情 凡夫妇右眼看不见 没有他心中不知道 但是佛福射诸天都知道 鬼神也知道的呀 所以我们应该啊 不要只在表面上做功夫 要维护自己内心的清静 内心的清静 就是用般若般若密 是用最大的力量 能灭出一切烦恼的 下文赋予来日 下文赋予来日 二十步 二十步 一天 一天 одну